马来西亚东海岸严重水灾 慈濟人的关爱从不间断 当灾民陆续回到家园整顿生活 慈濟也在这个时候送来祝福金献纸卡 让乡亲好感动 慈濟人的温暖和祝福 来到了彭亨州双西人华孝大礼堂 乡亲以从容的步伐迎接温序的阳光 水退后汇聚大爱 持缘水灾的祝福金 以限制卡的方式 安全地送到乡亲的手中 水灾去了 水灾还会再来吗 发放凭证单上的静思雨 带给乡亲面对未知明天的勇气 水灾的祝福金献纸卡 水灾的祝福金献纸卡 无可否认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爱的力量 来试试下去 我看这个世界又没有所谓的和平 这一次我看到实际来到我们的南顿 为我们的这种水灾灾民所付出的一切 所付出的贡献 我认为很感恩于他们 将爱心投入竹筒 让爱源源不断 这个少少的 一点点的啦 给它帮助一些 有些比我还困难一个 大爱温暖了儿怜突 接下来彭恒州也会陆续进行大型发放活动 大爱新闻 黄威瑜 林英逸 马来西亚报道